在廣州生活的五個膠人 本來這個是一份商業策劃的PPT 因為個人喜好的原因 我將它造成一條微記錄片 四個拍攝對象 他們都在廣州搞藝術 我認識很多其他的藝術家 很多時候他們不是搞藝術 是被藝術搞 幸好的是這四個都很聰明 因為他們夠膠 楊宏迅 很黑膠 Iselant 超能膠 York 硬膠 尼老子 透明膠 微紀錄片其實不夠講完他們的故事 不過我嘗試在十分鐘裏解釋一個名詞 就是膠人 為什麼我叫他們做膠人 我在廣州出生 2006年開始拍攝紀錄片 當時我幫家人把一盒膠帶拿回學校 轉成光碟 從1994年到2004年 我一共搬了十二次屋 從老城區搬到開發區 到現在再住回市中心 住過的地方 都未來得及回憶 又已經全部全部變成雅力了 二十幾歲仔 僅有的記憶 只能夠從以前的膠片找出來 可能是因為這一份珍貴的童年陰影 我開始在拍紀錄片 膠也是這個時候進入了我的世界 膠可以是膠片 黑膠唱片 可以是貼東西的膠 超能膠 透明膠 可以是硬膠 軟膠 我個人覺得膠這件事 很可以代表廣州人 她叫楊宏迅 保利來攝影師 明明是一個八寧後 但樣子就長得好像80歲以後的八寧後 那是因為她的生活方式很復古 即是舊 聽舊唱片 喝陳蓮普利用古董相機來創作概念攝影 接著她我才知道 原來我以前住的那裏 現在不只是一棟爛尾樓 還是一座藏寶城 黑膠可以代表楊宏迅 黑膠是不可以複製的 而且它的舊是舊得很有味道 最抵死的是 它可以跟英文諧音 Heart 教 聯想在一起 有心獨一無二 又可以全世 這個就是楊宏迅作品的特色 每一張寶利來都是獨一無二的 Isolan 它們其實是很多人的夢想 去旅遊 玩畫畫 就可以出書賺錢 它們是經典之雅 時 出書iii 出書 美子 沒 他起了个名叫AA超能胶 他们都觉得很贴切 阿York 他份人很硬 而他的职业是设计硬胶鞋 平时他的爱好是想高架桥 拍一些硬胶轮胎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这么硬胶的阿York 已经有了个四岁的女儿 而自己也是某知名企业的 品牌设计顾问 硬代表坚持 胶代表变通 阿York 他将自己的爱好 变成一份业余的坚持 当他有时间一个人活动 他就会万无目的地去逛街 逛什么 光明正大地走入西关老屋拍照 于是他发现了很多 外面很漂亮的旧屋古迹 不过住在里面的人 就不多舒服了 阿York 很满意我叫他做硬胶 为了配合这个名词 他专门准备了一套好巧的配搭 他说 够硬胶 黎老子 全职漫画人 他室有良田 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 亲身见证天河 从一片田到现在的高流能力 他自己都承认自己好像透明教 因为日常工作 他离不开透明教 而他的创作又好像透明教 一样黏起很多良田的元素 不断黏起各种颜色 来丰富自己 他完全不介意叫自己做新广州人 因为他觉得广州这个地方 无论在哪个城市过来 只要在这里生活 就可以融入这个社会 新一点 旧一点 不会对他的创作工作 有任何影响 说到这里 我可以透露一个秘密 以上是我对某客户做噱头分析的时候 总结广州人特点和膠的关系 创新 多元 变通 包容 黑膠 AA超能膠 软硬膠 透明膠 其实有些讨厚 膠不仅仅代表黏合 软硬可变 黏起自己用 还代表一句粤语的俗语 就是 哈哈哈哈 你明白的 而膠人更加是一句很亲切的称呼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什么话 第五个膠人是谁 第五个膠人 就是在旁述这条片子的我 希望你会喜欢我对你的解读 广州人 你真是 好膠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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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